大家好,我是新涛,来自自杰跳动的基础架构团队 很荣幸能够参与这次的线上分享活动,与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学习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和我个人的一些情况 我们团队主要是负责推动自杰跳动的业务系统 RI大数据,清除系统的全面源源化的改造和落地 在实现资源并值的基础之上 通过离在线混合部署等措施来提升自杰数据中心整体的资源利用率 我个人目前主要专注于基础学习场景的云源融化的支持工作 本次主要是由我和范德良同学代表我们团队向大家分享 这些跳动基础依构资源的基础学习训练加速实践 以下是本次分享的大纲 主要是针对GPU资源分别从离线训练、在线推理和在离线统一调度方面进行介绍 理线训练场景的话 因为自杰的产品主要是以视频和文本的形式进行展示 因此像CV、NMP等通用的训练学习技术 在自杰的重要性不养而育 他们的模型训练主要使用的是V100和A100的机型 V100的话配置有100G网卡 A100的话配置有4张200G的网卡 主要是买出他们模型训练的高网络带宽的要求 总体上来说 因为理线训练涉及到大量的模型数据的传输 网络通信对模型的性能提速至关重要 但是传统的TCP传输 因为它在数据的传输 发送和接收阶段均需要涉及到内核态和用户带的迁换 以及数据的拷贝 因此它的网络延迟比较高 CPU的消耗比较大 RDM技术的话是考虑到这些圈线 它通过引入一个专门的智能硬件网卡的知识来实现 类似于DMI直接内推访问的技术 RDM的传输过程中 不涉及到了内核态的数据拷贝 数据的传输 由用户态的buff 直接通过网卡进行传输 因此相比较传统的TCP传输来说 它具有更低的延迟和更低的CPU负载 以及更高的网络带宽 在自己的离线训练场景中 我们通过引入RDMI技术来加速模型训练的数据传输 从而实现模型训练的提速 整个方案的话如下图所示 首先在云原生场景下来说 去支持RDMI 考虑到环境的隔离性和可一致性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RDMI设备的虚拟化 在此我们采用的方案是基于SIOV的PCIe Pass PCIe Pass Row的解决方案 SIOV是一种基于硬件的网络设备的虚拟化解决方案 它可以实现与主机性能基本持平的设备通信 在开启了SIOV之后 主机会在智能网卡上创建一个PF和多个VF设备 其中VF可以通过共享PF的总线设备 通信设备功能序号来实现VF的PCIe地址的防卫 第二步的话是我们通过开启了SPR来实现VF资源的上报 用户在创建POD的时候可以申请对应的资源 之后调度器完成对应的调度决策 具体到单击节点上来说 KoopLate在实际的创建POD时 VF设备的分配仍然是由Device排音来负责 在完成了VF设备的分配之后 CNND在调用CNR插件的时候 会把VF设备的PCIe地址传递过去 CNR拿到了设备的PCIe地址之后 会找到对应的VF设备 最终完成POD的网络的配置 之后就是POD就可以通过Web设备 进行RDM通信 在调度方面的话 我们综合考虑任务的训练框架 决策特征等 从宏观温观两个层次的拓谱 进行调度决策的优化 宏观上来说 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实力 会优先或者被强制调度到同一个机房 乃至同一个机架下面 微观上来说 在单机层次实现了具有微拓谱感知的资源 亲和性的调度优化 在进行GPU资源的分配的时候 会考虑到GPU的拓谱结构 保证为容器分配的GPU的拓谱最优性 同时会考虑网卡和NUMA的亲和性 为在POD分配的过程中 保证它的容器 它的CPUmemor和GPU设备 落在同一个GPU NUMA设备上 在线推理方面的话 目前使用的机型主要是T4 会有少部分的V100 不同意离线的重推图场景 它对食言和稳定性的要求比较高 因此这部分的工作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GPU利用的提升 高可用和性能优化方面进行开展 为了提升GPU的利用率 我们构建了容器化形态下的GPU共享方案 把GPU资源的申请力度 由最小的单卡级别 降低到0.1卡的级别 在调度的时候 支持GPU资源不同的资源类型的调度 比方说GPU的算力 GPU的显卡 以及GPU的边界码等 同时在调度的时候 考虑到不同模型的重算力 和重显存的不同特性 实现了轻核性反轻核性的调度策略 GPU共享方式的话 主要是支持基于时间分片和MPS 的两种的并行模式 GPU策略的优化的 GPU性能优化的上来说 与离线训练场景比较类似 实现了具微拓补感知的 资源轻核性的分配策略 之前内部大量使用MPS 来实现GPU空间利用率的提升 但是MPS本身存在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我们基于ZataCard形式 实现了MPS的容器化部署 把MPS的部署力度 从整机所有卡的级别 降低到了POD的力度 从而降低了MPS的故障域 最后在指标监控和管理工具方面的话 首先是基于NVML和DCGM 从维度和力度两个方面 扩展了GPU指标的监控 维度方面主要是指 从GPU的算力显存的监控 扩展到它的空间利用率 它的PCI字节数 以及温度等指标的监控 力度方面的话 是把GPU的算力显存的利用率监控 由卡级别进行到了服务和进程的级别 最后实现了内部版本的 英伟达的SMI管理的工具 解决了容器内部无法查看GPU进程的通点 在保证隔离性 安全隔离性的前提下 支持用户在容器内进行debug和性能的调优 以上就是我本次分享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的时间 由范德良同学进行之后的分享 大家好 我叫范德良 很高兴能够和新涛一起参加 本届的CNCF大会 接下来将由我介绍后面的情况 我主要会从我们GPU做 在理线统一的资源出浪 以及我们未来的工作 这两个方向进行去介绍 首先我们介绍下 我们GPU资源统一的出浪 我们在线的GPU资源 主要是部署在在线的GPU KPIS资源池上 离线的主要是部署在离线的KPIS资源池上 那二者之间目前是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割裂的一个状态 正如我们前面所言 我们在线主要是依赖于Deployment 来进行在线脱离服务的部署 然后离线训练 我们正在统一的往 统一的Tuning Operator进行去演进 使得能够在同一个KPIS的这么一个训练资源 支持我们多种多样的深度学习的框架 不仅是同步还是异步 不仅是TensorFlow 还是PiTouch 还是资源的一个框架 那在这样一套体系之下 我们就能够比较好的去做我们在离线GPU混步 和资源出浪的一个事情 我们在线推理的GPU的话 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 就是非常明显的波峰和波谷的资源特征 在白天的时候资源利用率是非常高的 当时到了网上凌晨34点15点的时候 其实资源利用率就非常低了 那我们有着这么多规模的这个卡 如果说我们不能好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的话 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资源的浪费 同时我们训练部分对资源的要求是越来越多 数据量包括场景都是越来越丰富 因而我们需要通过一定的出乱的手段 使得我们在线波谷的资源 能够被我们离线所训练的所利用起来 因此我们就基于Wortial Client 简称VK来统一地完成了 我们在线和离线两个资源池的一个打通 具体来说我们在线推理的资源池 我们会有一个HPA的controller 和社区的HPA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我们会去监听我们服务的GPU资源 CPU等资源各种的利用率 然后同时也会关注我们同一个服务下 我们最多能够有多少个副本 最少能够有必须得保留多少个副本 成为保证我们服务的高可靠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在白天的话 我们会把它副本开得比较高 到了网上的时候 我们就根据它GPU资源率利用率 然后进行它副本的一个动态的缩农 然后缩农出来的资源 我们会有一个VKcontroller的形式 它是部署在我们在线推理的进行中 会去统计我们有多少资源是可用的 而且这部分资源是能够被我们VK所使用的 好 这个统计之后 我们离线训练的资源池 我们就部署了Vertial Client 它会连到我们对应后端的在线推移 并且去港制我们VKcontroller 所收集到的资源 以及它的可用率 从而我们这些资源 能可用的资源 就会在我们的Vertial Cooperative 中进行去表达 然后我们离线训练 因为我们已经在把所有的训练 任务都同意的往一种形态去演进 并且我们也在多个层次 从Operator层次 包括和我们训练的框架 无论是Holowood 什么BetPS 我们都会做高可靠和浓缩的相关的机制 以及弹性相关能力的支持 从而我们就能够比较好的去应对 训练过程中 Walk数量变多和变少 这样的一个场景 也能够比较好的应对 我们异常的一种被杀死的这种场景 从而保证我们 整个训练任务 不会因为我当个Walker被杀死 而导致它的整个任务的失败 具体来说我们的Walker被杀死到我们在线推理资源池的资源变化以后 我们的Elastic Training Operator会杀死Walker里面的资源的数量 同时目前的策略暂时是做在Elastic Training Operator层面的 然后它就会根据我们训练副本中 训练任务中 它最多需要多少个replica 最少是多少个replica 它的优先级等等 以及目前有多少个replica 包括Virtual Cooperator 它反应后端支援池能够有的资源量来进行 把这些资源量以一个比较好的公平性的方式分配给我们离线训练的各个Walker 然后离线训练的Walker分配之后 本质上就是去调这些replica 从而使得我们replica更多的就能够调度到我们的在线推移的辞职上去 从而提升我们训练的一个并行度 最终加快我们训练的一个效率 接下来就介绍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个工作 然后未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方面我们要支持更多易购的资源 目前Emedia的这个厂商的资源涨了我们绝大部分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AMD的GPU 包括等等其他厂商跟具有性价比的这种资源在里面 只是本质上能够丰富我们的这个业务 能够有经济性上更好的一个收益在里面 我们都是非常愿意去尝试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能进一步的扩充好我们调度语域 从目前来看我们GPU的话 其实当机层面具有为拓扑相关的调度的语域 里面如何去更好的平衡 NUMA GPU 网卡等各方面的亲和性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第二点我们也要更关注说我们机房拓扑维度的一个调度 具体来说我们S0 S1 S2交换机下 它的网络收连比其实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S0下所有的训练任务是能够比较好的充分利用它的带框 每当跨S0它可能就会带来网络的一些性能方面的冲突或者说下降 越是到上产的话 它的网络性能相对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 不论是自身的训练还是对其他服务的影响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期望同一个训练任务 它的在土上是尽可能的在同一个S0上 其实是在一个S1上 最后是在S2上 但是我们是严格禁止它跨一个S2的交换机 因为这样子对我们的机房的收连比对性能和其他服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好 然后所以我们就在此基础上 我们是希望更丰富我们一些SAM相关的语役 能够让调度器自动的感知到 当我提一个训练任务来 我指定它的卡的型号 它自动会收手是否有S0能够先满足 如果有S0先满足 我们情愿是将它调度到同个S0下 其实是S1最后是S2这样的一个调度语役 第三点就是我们把在线和离线 会做进一步的支援相关的融合 同时在调度语役上会做更多的这种融合 以及在弹性策略上可以构建统一的弹性策略 具体来说 就是我们会把在线推理和离线训练的辞职 做进一步的融合 融合之后我们的KPS机群就已经不会再去 其分这是在线和离线只有对任务高优和低优的判断 然后在多个KPS机群之间 我们会构建统一的一个联邦层 联邦层它具有全局的视角 全局的视角我们就能够很好的从联邦的维度选择说 我这个训练的任务在机房的数据亲和性 网络等各方面引入更多的调度因素 使得我的任务和子机群之间有更好的一个匹配能力 其次我们在调度器方面我们把它统一之后 我们在一个调度器上完全的去实现我们在线和离线的一套 统一的这个调度的这一个能力 使得我们对于高优和低优的任务 在能满足它的调度语上的前提下 也能够对它的吞吐率 包括那个调度的latency有比较好的一个权衡或者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 然后那个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会构建统一的在离线的HPA的这个策略 这个也非常好理解 因为我们在线推理的话 主要是deployment为主 那deployment对它的HPA最终的反应就在调它的一个replica 同样我们离线训练 也终于往统一的opulator的方向去演进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对离线训练的这个任务的话 我们通过调它的replica 也能够调整它walk的这个数量 使得它在我们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加速 和一个横向的扩展能力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同一个辞职下的KFRS 我们既跑了高优也跑了DU的任务 那这个高优的这个在线推理到了零层 它的这个资源利用力很低 我们统一的策略的话 就会把它的副本数给缩下来 缩下来之后 它就能够很及时的去把缩下来的这个资源 以某种形式 以某种公平性的能力 分配给我们离线训练 所需要的这个任务 从而使得我们能够达成一个很好的实时的出浪 和资源匹配的机制的能力 所以本质上都是调 根据在线资源的利用力 调它的replica 然后根据我所说出来的资源 我又去分配给 一线训练的本质上也是调它的一个replica 从而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联动 好 您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